欧锦赛的决赛 欧冠决赛 英格兰组总杯决赛的著名彩判 那今天呢 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我们的评论顾问 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前国安队的著名球员王长庆 长庆你好 魏老师好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点了 点了两次拿球都是在中圈之后啊 我们可以看到 河南这个反击速度非常快 非常简练 比赛已经进行到第二十二分钟了 这个前场的定位球 国安队两分钟之内连续获得两个 嗯 这下要罚到后点 将会非常有危险 一防二 对吧 所以他一直在退 退完了以后还有假动作 简单一点 阿布斯托 看看就这种二次进攻有人 好球 两扣扣过了对手的第一个 第二下还能抢到 哦 被两人夹进 先不犯规 好的 阿布斯托以一敌二这个球 不将先犯规 对 不让对手 好的 王刚 好球啊 王刚 这球并没有犯规 克拉腾伯格示意比赛续 只要是你合理 对 你看奥古斯多刚才非常针锋相对的一个较量 相生相克 对 第一点 好的 又是巴索哥 不要给他 不要给他拿到球权 好的王高 不将破坏 先破坏 立刻做出判断和选择 对 他就知道什么时候最合理的这种战术犯规 对 进攻端的犯规 克拉通伯格鸣敌了 其实张宇各方面作为中后卫技术是很全面的 而且身材也有 快头也够 所以王高很难有下到底线的机会 好的 二连 奥古斯多 左脚打门 这个球隋东路挡了下来 手球 对 非常明显的手球 裁判员给了河南剑叶的球权 奥古斯多完全不能理解 改判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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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改判了吗 非常明显 对 是8号周定扬 诶 诶 课长好像临边高峰那场 好像正是王某山指导指挥的 当时王某山指导是刚刚在河南上任的 李磊 李磊 李磊套上去了 倒三角 漂亮 还有还有大马 又是衡量 三重衡量 逐年提高 而我们本土球员呢 在比赛能力上也需要同步提高 哦 别拉被对手侵犯 这个是 黄牌 黄牌给到了周定扬 哎 这个是个亮鞋底的动作 对吧 非常凶狠啊 这是个亮鞋底奔脚踝去的动作 但是还好它是因为可能是正面啊 不但是现在新的规则是不管从什么方向 只要是亮着鞋底对对方的身体 这个都是要吃牌的 而且 严格执行的话 这个也应该是个火牌 非常强悍的胜体 还是把球摘出来混混混混在波头边上 奥斯托 这个时候控球 有多接应 控球是最好的防守 李可 对 转移 哎 这确实李磊不应该站在中间 对啊 他可能想到李可身后去接 但是这个时候不能失去防守位置 要把空间站住 对 先把球开到对方的观察 给他一点压力 好的 对 有夹他的 好的 好球 好球啊 好球啊 李可 随着李可把对方的球权断下 克拉承伯格 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哨